谢天华 林晓峰重聚舞台 让无数网友直呼一言轻回呀 有情虽然 披荆斩集四第二轮舞台公演已经结束 节目组公布哥哥们二公的个人喜爱值排名 看到排名后 我们可以用看点十足来形容 本期的冠军应该是二选一 从目前的情况上看 难出黑马 各位读者 你们怎么看呢 在出舞台表演中 李克勤获得第一名 在第一轮舞台公演中 王正亮获得第一名 当第二轮舞台公演开始后 网友们开始猜测 其他哥哥会不会获得第一名 从最终的结果上看 第二轮舞台公演 李克勤再次获得第一名 《乘峰2024》播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每轮舞台公演 都有不同的姐姐获得第一名 出舞台是郑妮可 第一轮舞台公演是刘欣 第二轮舞台公演是七威 第三轮舞台公演是陈丽君 第四轮舞台公演是和杰 第五轮舞台公演是陈浩宇 这样的情况出现后 我们才无法猜测出哪位姐姐会是总冠军 批荆斩集四第二轮舞台公演结束后 李克勤再次获得第一名 也就是说 节目组直接给出暗示 本季的冠军将在李克勤和王正亮中产生 虽然有长进 石凯 高清晨 亚等人的热度都比较高 但他们还是比较年轻 并且冠军不可能是外籍哥哥 在第二轮舞台公演中 高人气的石凯获得第七名 这个名字还是不错的 但却不符合石凯的人气 要知道在官方发出的各种打头中 石凯都是以断层的优势排在第一 相对于第一轮舞台公演的排名 石凯的排名呈现下降趋势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早安的排名会快速下降 在二宫他竟获得第十六名 在本季节目中 早安的镜头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看到早安排在第十六名 很多网友是不理解的 看到一宫和二宫的排名 有些网友忍不住问 本季不会出现下一个陈浩羽马 从整体排名上看 有位哥哥的排名让人感到意外 这位哥哥就是维里安 出舞台 维里安凭借女孩快速获得关注 并获得第六名 在第一轮舞台公演中 维里安依旧获得第六名 并因为成绩排名靠前 摇身一变成为队长 在第二轮舞台公演中 维里安获得第四名 这个成绩可以用非常亮眼来形容 维里安刚开始录制的时候 她的关注度和热度并不高 虽然维里安的排名不断上升 并且在第一梯队 可是维里安成为下个陈浩羽的可能性并不大 从网上传出的消息上看 三公和四公维里安将继续担任队长 但在五公的时候 只剩下四位队长 分别是李克勤 有长进 王征亮 石凯 如果节目组想要立捧维里安 应该会让他继续担任队长 披荆斩集四正在热播的时候 下一站歌手也低调开播 在这档综艺中 我们可以看到魏哲明 李九哲 白举刚 他们都曾参加过披荆斩集 从网上传出的阵容上看 维里安也会参与录制 如果他真的参与录制 也就是说 芒果台刊中维里安的潜力 也就是说 维里安最终的排名不会低 甚至后期表现会非常亮眼 这两天批荆斩集的 各个第四季二宫正式落下帷幕 有人欢喜有人愁 各个组在一宫的时候输给了弟弟组 所以二宫的时候通定四通 终于在集体内卷的努力下 终于在二宫赢下了比赛 二宫的舞台质量比一宫高了好多 一宫有九个舞台 其中有好几个让人惊喜的舞台 让人印象深刻 来看看二宫各个部落的排名 第一名 王征亮部落 获得881分 部落成员有林一伦 蔡明佑 高清晨 畅言曲目楼 这个舞台在二宫上半场 确实是最棒的舞台 但是看了下半场的舞台后 就觉得这个舞台拿第一 真的让人不服 下半场有两个舞台 都比这个好些 就像有些网友说的 这个舞台好是好 但没有惊喜 第二名 李克勤部落 获得875火力值 部落成员有情好 黑泽良平 表演曲目蓝婷序 这一组真的不止惊喜 而是惊艳了 唱得好 演得也不错 京剧元素很加分 就是故事有点短 第三名 有掌金部落 获得872火力值 部落成员有 凤小月 雅 黄霄 朱新杰 唱演曲目表白 这个舞台就是大男孩的本色演出 活泡调皮又情感丰富 第四名 维里安部落 获得861火力值 部落成员有 学海桥 颜艺宽 庆联 唱演曲目 负重1万斤长大 这个舞台感染力真的很强 把很多人都唱哭 看哭了 庆联唱完后直接哭了 给人要碎掉的感觉 这首歌得分低了 这个唱演舞台应该能进前三才对 没想到才第四名 伊南平了 第五名 石凯部落 获得858火力值 部落成员有 阿如纳 锦龙 唱演曲目逆流而上 就给人觉得歌曲和表演场景不匹配 不过场景确实像看电影 第六名 梁龙部落 获得843火力值 部落成员有缘成杰 福龙飞 唱演曲目 Disco这个舞台就是比较有火力 有点故事性 比普普通通好一点点 第七名 胡夏部落 获得837火力值 部落成员有 傅辛伯 王一哲 焦麦奇 李佳琪 唱演曲目泪巧 完全走感情路线的歌 唱得还不错 没有演的部分 不合适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唱 不会得高分 还以为会是最后一名 没想到不是 第八名 早安部落 获得836火力值 部落成员有宁环宇 杜海涛 雄子奇 唱演曲目灵魂歌手 这组是纯有真诚路线 演唱平平 缺少亮点 不过杜海涛比较拉垮 分数低感觉就是很大部分是被海涛拖累的 二宫最佳舞台无疑是哥哥弟弟合作舞台国王与乞丐了 在这里面 黄霄终于发挥他舞者的真正实力了 真的跳得很好 他被吊起来后 光在他背后亮起 影子又在光中 明场面了 很震撼 看的时候鸡皮疙瘩救起来了 以上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斯二宫排名 大家觉得这些舞台的排名合不合理 最重要的是 二宫过后 弟弟组两人惨遭淘汰 分别是 雄子奇 王毅哲 大家觉得这两人应该淘汰吗 谁最应该被淘汰谁 第一时之名归吗 国王与乞丐是最佳舞台吗 你最喜欢哪个舞台 皮哥斯二宫炸裂 老戏古逆袭 新秀崛起 这波操作我直呼内行 哈喽各位小可爱们 今天咱们来聊聊最近爆火的 披荆斩棘的哥哥斯第二次公演 我低个呱呱 这次的结果简直让我惊掉下巴 不仅老戏古李克勤一举夺魁 还有两位新生代选手呀 和高清晨杀出重围 成功逆袭 这波操作我直呼内行 一 李克勤 从歌神到戏神 这波转型我给满分 提到李克勤 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四大天王之一 唱功了得的实力派歌手 但这次 他可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经验的表演课 京剧造型配上流行歌曲 这波操作简直是神仙打架啊 李克勤这次的表演可以说是经验四作 他不仅突破了自己一贯的帅气形象 还将京剧元素融入到流行音乐中 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舞台效果 这种大胆创新的精神 简直是给娱乐圈注入了一记强心针啊 一位网友评问道 李克勤这次的表演简直是降维打击 其他选手都被秒成渣了 我不禁要问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李克勤嘛 老戏鼓的实力就是不一样啊 啊 观众的审美变了 这波排名变化我看懂了 再来聊聊这次的排名变化 上一次公演中文居低的王正亮 这次虽然组合的分最高 但个人排名却被李克勤超越了 这是不是说明观众的口味再悄悄发生变化呢 从数据来看 观众似乎更青睐那些敢于突破自我 展现新面貌的选手 就拿胡夏来说 虽然他这次的表现并不差 但因为没有太多心意 排名就从第三跌到了第八 这告诉我们什么 在娱乐圈 创新就是生命力啊 兄弟们 不创新 就等于在倒退 我突发奇想 如果给每个选手的创新度打分 李克勤估计能拿个满分吧 三 新生代的崛起 高清城和雅的逆袭之路 这波操作我服了 说到这次的黑马 就不得不提高清城和雅了 这两位新生代选手简直是一飞冲天 直接杀入前十 我的天哪 这操作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逆袭啊 高清城的表演细腻入微 情感充沛 让人看了忍不住想问 这还是之前那里有点腼腆的高清城吗 简直是脱胎换骨啊 而雅呢 停介着帅气的外表和出色的舞台表现 直接收获了一大波迷媚迷地 有网友激动地表示 雅太帅了 我要为她打call 我的青春结束了 但雅的青春才刚开始 这两位选手的成功 是不是说明了观众对心弦血液的渴望呢 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会不会以后的选秀节目都变成 老戏骨VS新生代的模式啊 四 社交媒体 玩赚流量的新战场 这波操作太溜了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社交媒体的影响力简直是无孔不入啊 从这次的排名我们就能看出 网络热度与实际排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呀 在直播中就表现出超高的人气 这直接反映在了他的排名上 而李佳琪和杜海涛虽然有不少网友呼吁淘汰 但他们的名字却依然稳定 这是不是说明 在娱乐圈 会玩社交媒体的选手更容易出头 不会玩的 可能连门都摸不到啊 我突然有个疑问 如果给选手们开设一门社交媒体运营课 会不会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呢 5.综艺节目的未来 专业VS娱乐 这波平衡我看不懂 披荆斩棘的哥哥四的成功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未来的综艺节目该如何发展 一方面 我们看到观众对高质量 有创新的表演非常买账 但另一方面 像李佳琪这样的综艺咖 依然有自己的市场 这是不是意味着 未来的综艺节目 需要在专业性和娱乐性之间 寻找一个平衡点呢 有业内人士表示 未来的综艺节目 应该更注重选手的全面发展 既要有专业水准 又要有综艺感 我不禁要问 如果让李克勤和李佳琪 PK带火 谁会赢呢 这个画面太美 我有点不敢想象 那么 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披荆斩棘的哥哥四 这次的排名结果 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是观众审美的变化 还是节目制作的创新 披荆斩棘四二宫 结果出炉 谁是你心中的味 哎呀妈呀 各位老铁们 你们准备好迎接一场 是听盛宴了吗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最近闹得飞飞扬扬的 披荆斩棘的 哥哥四二宫结果 这可不是一般的选秀节目 而是一群大青春回忆录啊 想想看 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歌手们 如今齐聚一堂 重新踏上舞台 他们不再是 那个年代的天王巨星 而是带着岁月的痕迹 重新出发的追梦人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 老家的一句俗语老黄牛也有春错 这些们就是要证明 即使年过不惑 依然可以闪耀舞台 好了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次二宫的结果到底如何吧 一惊喜连连 李克勤登顶时力派的逆袭 谁能想到 在这个以年轻偶相为主导的娱乐圈 一位大别的歌手 竟然能够夺得第一名 没错就是我们的歌神琴 李克勤这次可是下了血本啊 听说为了这次表演 他可是苦练了好几个月的京剧 你们可能会问 一个乐语歌手唱京剧 这不是离唇不对马嘴吗 李克勤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 他不仅仅是一个会唱歌的歌手 更是一个全方位的艺术家 当李克勤穿着华丽的京剧服装出场时 全场都惊呆了 那一刻 仿佛时光倒流 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五十多 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艺术家 他的表演融合了乐语歌曲和京剧元素 创造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音乐体验 网友们都疯狂了李克勤 这是要上天啊 歌神就是歌神 永远的神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派 不服不行 克勤的成功 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 更是给所有中年人一个启示 只要你敢想敢拼年龄 从来都不是问题 二黑马崛起 王征亮组合一军突起 说到惊喜 咱们可不能忘了王征亮组合 这个组合可以说是本次比赛的一匹黑马 王征亮 这个名字可能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有点陌生 只要一提到《隐形的翅膀》这首歌 相信大家都会恍然大悟 没错就是那首曾惊鸿 变大江南北的励志歌曲 这次 王征亮带着他的组合 给观众带来了一场试听盛演 他们的表演不仅仅是唱歌 更是一场音乐的狂欢 从曲目的选择到舞台的设计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打磨 最让人惊喜的是 王征亮组合竟然获得了本次比赛的最高分 这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要知道 在这个以个人实力为主的比赛中 一个组合能够脱颖而出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网友们都炸锅了亮组合 这是要逆天果然是老艺术家 迪运就是不遗留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不靠颜值靠才华 这亮组合的成功 给我们上了一课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有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 好好欣赏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音乐 三意外跌落 胡夏排名大幅下降 俗话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即使是在努力的准备 有时候也会遇到意外 这不 我们的小胡夏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胡夏 这个曾经以清新男孩形象出道的歌手 在这次比赛中可谓是遭遇了滑铁卢 他的排名大幅下降 这让很多粉丝都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要知道 比赛就是比赛 不可能每次都能有完美的表现 胡夏这次的表现可能不尽如人意 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实力就此打了折扣 有网友凭胡夏这次可能是压力太大了 希望他能调整好状态 下次再闯辉煌 不要灰心 失败是成功之母胡夏的经历告诉我们 在追梦的道路上 难免会遇到挫折 重要的是如何面对这些挫折 如何从中吸取教训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四黑马逆袭 高清晨和雅杀入前十 要说这次比赛最大的惊喜 那就非高清晨和雅莫属了 高清晨 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熟悉 他的歌声一响起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没错他就是那个唱我的楼兰的歌手 这次比赛 高清晨可以说是拿出了看家本领 他那独特的嗓音 加上深情的演绎 让人仿佛置身于广袤的大漠之中 他的表演不仅仅是在唱歌 更是在讲述一个关于爱情和思念的故事 而雅 这个来自新疆的歌手 则用他独特的民族风格征服了观众 他的歌声中带着浓浓的抑郁风情 仿佛能够将人带到那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域 网友们都惊呆清晨 这是要逆喜亚的歌声太有魅力了 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才是真正的音乐 不分地域直击人 高清晨和亚的成功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在音乐的世界里 没有锁过气 只要你有实力总有属于你的舞台 吴稳如泰山 李佳琪和杜海涛的稳定发挥 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 也有一些选手表现的稳如泰山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李佳琪和杜海涛 李佳琪 这个从直播带货界杀入音乐圈 网在这次比赛中可谓是稳扎稳打 虽然他的排名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他的表现却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李佳琪的表演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他不仅仅是在唱歌 更是在用他独特的方式诠释音乐 他的表演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仿佛在向观众看着就是我李佳琪的音乐史 而多海涛 这个曾经的综艺大咖 在这次比赛中也展现出了他的音乐才华 虽然他的排名没有太大的波动 但是他的表现却让人眼前一亮 多海涛的表演可以说是稳中求进 他不断尝试新的音乐风格 努力突破自我 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 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喜爱 网友们都说其真是太有才了 不仅会带火 唱歌也这么厉害 涛这次表现真不错 看来是下了不少功夫啊 稳定才是王道 加油 佳琪和多海涛的表现告诉我们 在追梦的道路上 稳定同样重要 只有保持稳定的发挥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感谢观看